不过,男主沉默可就惨了,在女主询问他们关于新联邦信息的时候,沉默居然还有闲情和女主开玩笑,所以后果都懂,挨揍在所难免,而且还是直接打脸,可怜男主刚刮完胡子。 而对于其他的四个机器人更是有趣,索安人通过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窥探机器人的机翼存储,在窥探的过程中,二营长为了保护信息,在自己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强制关机,这样女主就无法获取信息了。 至于机灵鬼,满脑子都是游戏,对于女主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,看来机灵鬼还是个网瘾少年,还有阿修罗,作为娱乐型机器人,搞笑就是她的天赋,而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典籍的拳王,女主所窥探的是阿修罗幻想着自己获得拳击冠军的荣耀时刻。 至于五虎,这个机器人就有趣多了,被女主稍微恐吓了一下,就直接把女主想要的信息全部都交代了。 这五虎的名字和性格有些不太相复啊,现在基本已经确定,沉默一家人都是搞笑担当。 当然,动画中还有一大亮点,那就是第三集中出现的两个女性角色。 身材真不是一般的那种好,富白貌美大长腿还带着汹涌的气势。